多谢各位,谢谢大家 今天是一件非常值得亲和的事情 也感谢各位尊敬的各位嘉宾 在这么繁忙的时间 能够播出一个非常温馨的时刻 能够花两分钟来看一下 我们病痛的医院最新的一个宣传广告 其实我们说是一个宣传片 但其实在所有的这个片子里面 出现的儿童都是我们真实的病童 有些小朋友从一出生开始 就经历了生死的挑战 而我们所有的这些病童 都非常坚强和勇敢 在这个背后其实是很多 像大家这样热心的朋友 在默默地支持他们 支持我们的病童医院 我们病童医院最早成立于1875年 到现在已经是一个70年的老建筑了 但是我们现在每年有40万的病童和家庭 在病童医院就证 70年的建筑无法承受像现在这么多的病童 还有无法承受很先进的现代化的设备 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的基金会需要做长期的一个筹款的一个工作 希望大家能够花更多的时间关注我们的病童医院 然后呢其实我们病童医院在北美其实是世界上Top3的儿童医院 因此是一件非常值得骄傲的事情 我们的病童医院不仅仅是当中了很多的家庭带来的希望 其实在这个背后 我们也看到了在华人社区给了我们超级大的力量 从以前的新兴之火到现在可以疗原 我相信有在座各位的支持 我们将来病童医院在华人社区的帮忙下 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先进 我们也希望未来病童医院新的病童医院建成之后 大家可以和家人一起来参观我们的病童医院 这是一个值得在历史上铭记的事情 谢谢大家 谢谢 Thank you